它就像在石头上面刺绣一样 因为非常精细 要非常有耐心 所以就很容易 把一个人浮躁的心给沉浸下来 有的人在纸上行笔 有的人在布上作画 而石影雕 是一门结合了绘画与雕刻的艺术 一把雕锥 一块花钢岩 是万力度的轻重 决定了石板上锥点的深浅 几万次甚至几十万次的敲击 将自然光影呈现的黑白灰 投映到天然的岩石上 这是竟由匠人之手 将两种自然之美融合的像素艺术 一条三十公分的线 从洗笔到收笔 所用的时间可能只是两三秒 而石影雕却是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早白这条三十公分的线的话 有可能要一个多小时 等等等等把它刻白 还有一种呢 就是阳刻 阳刻的话就是把这条线留黑 如果要把两边早白 要考虑到这条线的流畅 还考虑到周边的关系 衔接的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这条三十公分的线 我们要刻半天一天 甚至两天 前三毛 我国石影雕艺术大师 石影雕作为一种绘画为基础 雕刻为手段 达到摄影效果般的独特艺术 采用纯手工针点法 靠着锥点的大小深浅和疏密的结合 精心雕琢相应成像 整个这个画面的话 它的效果就是用那个黑白灰明暗来体现的 所以说在整个创作的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要要求我们这个影雕师傅 它的基本功绘画能力还要比较扎实 与绘画不同的是 一幅完整的石影雕作品 需要无数次雕锥的敲击 而一个锥点的瑕疵 都会给整幅作品带来难以弥补的缺憾 画画的话是在布上面 纸上面做加法 如果就是画错了的话 它可以用橡皮刹擦掉 那石头做剪法 它刻掉了就掉了 补不上去 简单的说就像玻璃一样 它裂掉了的话 你补得再完整 它时间久了还是有一条缝 从一二十七年中 千三毛对自己记忆的要求近乎苛刻 对于他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门手艺 还是一份信仰 从小来就是喜欢画画 在那个电视上面 无意中看到就是在采访福建的一个 就是民间手工雕刻艺人 当时就在想 我能把画画在纸上 画在布上 能画得栩栩如生 或者画得很逼真的画 都很难 但是居然有这么一项工艺 它能把这画刻在石头上 而且刻得那么逼真 我一定要去学 石银雕不变形 不褪色 不风化 作品内容 难可人物肖像 动物花鸟 山水风景 更涵盖工笔 水墨 油画 等多种表现形式 无论用于装饰 收藏 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 激光雕刻 机械加工的出现 使石影雕艺术质量 大幅下滑 因为它就是相当于 复印机复印出来一样 而石影雕的繁荣发展 却带来了急功近利 恶性竞争加剧 相互压架的恶果 后来一下子短短的就是 不到十年的时间 这项工艺慢慢慢慢就被其他的 就是以工艺形式所替代 最后这项工艺 基本就是我去学的时候 基本已经快消失了 对于前三毛而言 精心雕制的作品 其真正的价值 在于用手的温度 内心的沉淀 赋予冰冷的石头与灵魂 我既然就是说 离开四川千里迢迢 不死老虎 跑到福建学这项工艺 那我就是骨子里面 已经认定了这一门技艺 那现在 为什么我一直在坚持 用手工的形式来 就是表现这项工艺 就是我觉得 每个人他都有信仰 那如果我的信仰 是石影雕的话 那我就会为了这个影雕 就是不遗余力 全力以赴地去 用我的方式 来把这项工艺 把它表达出来 再用我们的方式 把它一代一代 把它就是 把这么记忆传承下去 从福建宠武 这个与石影雕结缘的小镇开始 前三毛 带着对这门工艺的执着 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还先后前往俄罗斯 德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推广和弘扬 石影雕艺术 所以 这项工艺通过这 二十多年的 我们的推广的话 现在 慢慢已经走向 大众视野 前三毛还会继续坚持发展 以石为载体的各类石雕 影雕特色工艺品 同时建立 影雕技艺传习培训基地 加强对影雕爱好者的技能培训 和影雕技术的传承 而他的坚持 也让这一门技艺 在经受现代工业社会冲击的今天 不仅仅生存在博物馆里 而是可以以鲜活的状态 走向市场 被更多人认知 并接受 我更多的是希望 适应到这一门艺术 能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让更多的人看到 感受到 石影雕特这么独特的艺术魅力 我也希望用这一份坚持 践行我心中的工匠精神 我叫前三毛 我的职业 也就是我的专业 是石影雕刻